我看过了 没问题 可以签约了 姐 我有个提议 我觉得还是由你来 出任这家公司总经理 我呢 就配合工作 做个副手 或者助理都行 不行 咱们虽然是一家人 可是搞企业经营 必须公事公办 不可以随便更改的 再说我们现在的 张家大酒店 规模越来越低 估计我的经历 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还有出租行业 具体业务我不是太懂 行 那咱以前怎么说的 就怎么定 从今天开始 我的这家公司 就是张家大酒店的子公司了 接下来呢 我还想成立企业集团 我想把张家大酒店 以及所有下属的公司 都作为我的子公司 这个思路好 所以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子公司的 总经理了 不过一切 还是得按合同办事 你现在想想 还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吗 没了 姐 以后在公司里 你是我的董事长老总 在家里我是你妹夫 我要是在工作上 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一定及时提出 我一定虚心接受 没问题 那现在可以签约盖章了吧 姐 姐 对了 说句题外话 这段时间我给姐姐打电话 她总是关机 你呢 还是抓紧时间把她找到吧 我有点担心 我怕她在外边有什么事 姐 我知道 倩倩给你惹了不少的麻烦 我给你道个歉 对不起啊 行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不过 对于工作 你一定要尽职尽责 行 我一定代罪立功 倩倩哪儿去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老虎不发为你党事病猫啊 你们偷偷摸摸地地咕咕 气上门下 搞什么名堂 我告诉你啊 今天要不说实话 饶不了你们 你们到底在隐瞒什么 倩倩到现在都不露面 防尘证也找不到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 我旅游下 该怎么回事 我预备好了 好了 我听到我的地址 我只大不是 我肯定胡想 确定胡想 你再来个干啥 你再加热 你再来把冷却 你再来个比较 我刚才出现了 你再来每天 我们要先洗 三两韭菜鸡蛋丝饺子 再来个凉拌菜 充满豆子 算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是先付还的 一共十五块 妞妞 我再问你一遍 房产证你是找到了没有 你一天拖一天 到底搞什么名堂 找着了 找着了 我本来想给您送过去 您看 您自己找上门来了 我给您拿去啊 您看看 完好无损 我都说了 肯定丢不了 行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邓铭 您还没有回答我 倩倩到底怎么回事 手机不开人也不见了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不然他出了什么问题 我唯你试问 妈 倩倩她真的没事 她是因为那次婚礼 她受了惊吓 她现在在家 在家休息呢 休息 休息到什么时候啊 休息手机也不开 奶奶丧力也不闻不问 邓铭 你蒙谁啊你啊 我是她亲妈 我有权利知道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怎么这么处理问题呢 你还有没有人性呢 行了 妈 您就别激动了 你血液又该高了 坐下吧 坐下 慢慢慢慢说 没问你 你少插嘴 我怀疑你们是不是同谋 共同来欺骗我 没有一根好东西 妈 您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今天还跟邓铭说 让他好好劝劝倩倩 别耽孩子气 是 是这样的 妈 您放心 我一会儿回去 我就跟倩倩说 我还能早点 给你来陪伍一事 行了 不要再演戏了啊 瞧你们俩 一唱一和 这双绒演得不错呀 能当明星了 小邓 我站起来 李正 你明确地告诉我 倩倩和她孩子 是不是出事了 看着我的眼睛 没有 真的没有 姥姥 你想 如果倩倩跟孩子出事了 您早早会知道 我干吗要隐瞒您呢 你们俩谁的话我都不相信 我就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你说没出事对吧 那好 那我献你今天下午六点以前 你务必带着倩倩来见我 我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世 听清楚了 邓铭 如果 如果 如果倩倩真的有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倩倩 倩倩 我再包饺子 一会儿一起吃啊 我不吃了 我刚才正好路过那个饺子馆 咱俩 我全吃光了 可饱了 家里包着呢 不好了 我的存折呢 怎么了 怎么了 我 我的存折好像丢了 存折不见了 别着急 别着急 你好好想想 你都去什么地方了 会掉在哪儿 没有去什么地方呀 我就刚才去银行 取了这一千块钱 然后我路过饺子馆 我吃了点饺子 我什么也没干呀 那会掉在路上了 应该不会 我这一路上 我都没有掏口袋 那是俩的银行了 这样 我陪你一起去 咱上那银行去看一看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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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钱全在上 能让人要丢了我就完了 别着急 别着急 这样 我陪你去呢 说不定还能 能给你证明什么呢嘛 对吧 行行行 赶紧的吧 不然的话 我的钱要是被人 取了就完了 说不定还能找着呢 就算是找不着 咱们到银行去 换个折子 就是人家捡到了 他没有密码 不是也取不着吗 对 行 这样 你等着 好好好 等等 那是您给我办的对吧 可是我存折找不着了 当时其实特别清楚 您是钱和存折一起拿走的 可是我那一千块钱在 就是存折找不着 您放心 如果我看到您的存折的话呢 我会归还给您的 您要不再找不找 是不是落在别的地方了 落在哪儿了呢 我这怎么办呀 我都快急死了 万一里头的钱 被人取走了怎么办呀 不会的 我已经采取措施了 别人取不走 您放心 同志 万一真的是找不着了 怎么办呀 过来办理一个挂施 承您本人的身份证 补办一个存折就行 也不太麻烦 不过我还是希望 您再找一找 或许可以找得到 来 走 知道了啊 走 咱去那边看看吧 别着急 咱再好好找找啊 哪儿去了呢 咱到那边去看看 前两天我就觉得不大对劲 你看 还真出事了 出走了 你俩呀 这事咱要瞒是瞒不下去的 本来以为啊 以他的性格 没几天自己就会回来的 可没想到这次杳无音讯 我怎么交代呀 这样 咱得马上报警 另外这事呢 得跟你妈和姥姥说清楚 不能再瞒下去了 还有 德明 想尽一切办法 和倩倩举的联系 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地找到她 不过 值得欣慰的是 从倩倩电脑留言来看 她不会寻短见 那也必须把话 跟你妈 跟姥姥 说得一清二楚 不能让她们着急 听到没有 叔 可这事我没办法跟她们交代啊 你说我要实话实说了 她们肯定得骂我一顿 这样吧 下班之后 我去跟你妈还有老老板的事谈清楚 谢谢李叔 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谢什么谢 都一家人了 老说客气话 你这个邓明啊 李叔得批评 你作为男人 你得帮助倩倩 说了点错话 办了点错事 年轻人 像长辈认个错低个头 有什么了不起 多大个事 老那么降着 咱家这日子怎么过啊 还有妞妞 老爸今天也得批评你 家里一大滩的事 你别什么事都大爆大懒的 有些事跟你没关系 你是董事长 这公司里这么多事 都等着你操心哪 身体又不好 有些事得替自己考虑考虑 知道吗 爸 我知道了 经理 我身份证真的放在家里 没有带在身上 那个您把存折给我吧 我一定好好感谢您行吗 是啊 你看这姑娘 挺着大肚子多不容易啊 既然你们找着呢 就交给她不就得了 别让她着急 您说得没错 我也都理解 也很同情 不瞒您说啊 这存折现在就在我身上 她说的数额和姓名呢 也都对得上 但是我现在不能交给你 因为您拿不出身份 也就证明不了您的身份 她也没有其他的证件 所以呢 我们决定把它交给相关部门 希望你理解 实在抱歉 为什么呀 那存折是我的 又不是别人的 那虽然我没有带身份证 但是我有证人啊对吧 那个赵阿姨她能证明哪 那当然不行了 我又不认识这位阿姨 我如果交给你了 就是草率行事 不负责任了 您想想看 如果再来两个人 跟二位一样 一样地说辞 跟我要这个存折 难道我也要给吗 实在抱歉 请您理解 可是我家在市里 我要是回去拿的话 路途太远了 这时间太久了 您住哪儿啊 朝阳 朝阳 朝阳还远吗 这样吧 小姐 您尽快回去拿证件 只要见到证件呢 我就能认可您的身份了 这个存折放在我这儿 保证不会丢 不过 不能拖太久啊 如果时间拖得太久 我们可真的就要上交了 别 别 别 那我还是自己想想办法 那就这样 最迟明天下午之前 过世不后 好吧 我看啊 经理说得有道理 既然这样 就让你丈夫 尽快地送来一趟嘛 要么就是你自己啊 回家取一趟不就得了 行了 咱们回去吧 经理 你好好保管 别叫出事了 放心吧 真麻烦 我外面事事的呢 陈叔 马姨 今儿个呢 我跟佳佳请您二老 吃个便饭 让兰兰做陪 是吧 你这多次一举嘛 就是 咱们都自家人 就天天在一起见面 干嘛呀 秦柯 你听我说没别的 喝点酒 落了磕 不就完了呗 来来来 挺好 既然这样 那我也给提议 好吧 菜别弄多了 就家常菜 弄上了几个就行了 好吧 酒呢 咱们来上一点 好吧 二两 一人二两 好 行 行了 二两 就那么接 行 就那么接 你就借机喝点酒 我跟你说啊 这事啊就听铁声的啊 好了 好了 我做东 在自己酒店 对 一切我来安排 服务员 别 别 别 其实这事 是大哥我张罗的 那样就失去意义了 听我的 今天我来安排啊 你甭管了 马姨啊 我听说今天上午 你跟兰兰 和妞妞 邓明 发脾气了 因为倩倩的事 是 而且让 让妞妞她们在 晚上六点钟之前 要把倩倩找回来 有这回事吗 有 是这样 可是你看都这个时间了 连个信都没有 这几个人哪 真是拿他们没办法 喂 倩倩啊 没有 谢谢 谢谢 您在哪儿呢 您快把我挤死了 邓明儿 我出了点事 你出事了 您 您出什么事了 我把那个 喂 喂 喂 倩倩 您拨证用后币公布 哎哟 哎哟 先生 需要什么帮助吗 没有没有 谢谢 谢谢 老天爷 我求求你 你千万别让我的孩子 跟我老婆出什么事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我跟你说呀 我一直怀疑倩倩出事了 你要不这么长时间 你都不露面 马姨 信我的话吧 您就把心揣在肚子里 倩倩 母子俩啥事都没有 那该回来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进了家门了 您就放心吧 真的 没事 那 算我们多虑了 难口是吧 那你们爷儿俩喝酒吧 对 喝吧 那好 大哥一句话 我相信你 你 你今天就喝一点 不许喝多 好 妥 服务员 喂 倩倩 大明 我在苹果呢 我刚才手机没电了 换了一块电池 不许喝 你吓死我了 倩倩 你 你出什么事了 你赶紧跟我说 杜明儿 我把存折给弄丢了 我以为什么事呢 就多大俩事 不就存折丢了吗 存折丢了咱还那一次补回来 你吓死我了 不过 我现在存折我又找到了 但是他们需要 需要什么 身份证 还有什么 我现在立刻都给你送过来 我不是缺什么 我什么都不缺 我就是出来的时候 忘带身份证了 他们现在说要身份证 才能把存折给领回来 你赶紧给我送过来吧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傻姑娘 我是你老公 你是我老婆 你求我干什么呀 不就身份证吗 我晚上给你送过去 对了 你再拼我哪儿啊 我在那个京香小区 那你到了以后给我打电话好吗 好 那一会儿见吧 好 喂 姐 我得给你汇报一个很好的情况 现在找到了 真的 他现在在哪儿呢 屏幕 他刚给我打电话了 让我给他送十分证去 邓铭 一定要把他接回来 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事啊 这样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行 那你看几点方便 我过去接你 那就七点 这样我想交上宋超一块儿去 行 姐 那就先这样 行 那一会儿见啊 好 但你这样 放在我 那我把你打包啊 接住 我给你 你从来 有什么 个我给你一块儿 真想找到 但你也 string 我好 你自己判去 我再接我 你良好 你跟他那儿 我 Leaf 素兴 我看你 我自己的 你才学习呢 跟我一个决定 来 董彪 打电话给他 快到了 好嘞 喂 健健 我们快到屏股了 你在哪儿 海潮一品 好了好了好了 一会儿见啊 哥 姐 她说在海潮一品 等咱们 海潮一品 等咱们吃饭 她要不闹就不错了 这次啊 无论如何都想办法 把她拽回家 行 姐 谢谢 我可找着你了 老婆 我可找着你了 认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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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那么多天 你就不能给我们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吗 你想急死我们大家呀 来 我身份证呢 带来吧 这儿了 你慢点啊 给你 看看看看 好好看看是不是我 女士 你什么态度啊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态度 我就是态度怎么了 态度值几个钱啊 你拿了我的存交不给 我想干什么啊 留着下子啊你 谁说不给您了 我们这么做 是对这个存交的主人 对您负责任好不好 懂不懂 好 好 你看 你留着慢慢看我等着 他怎么这么说话 他脑子有毛病吧 没有不太有毛病 那谁啊 别说了 对不起不是说您啊 倩倩 您一想不懂事情 您又要先去 我是她老公 有人提你您冲我来 实在对不起 我 经理 不好意思啊 我是她姐 我带她跟您道个歉 对不起啊 简直无理取闹 一般我们捡到了客人的东西 都会帮助保留 这是我们的职业素养对吧 您做得特别好吃呢 可是 那不能好心 那我留肩肺呀 行 我 回去好好教育她 你就别生气了 我给您赔补补补了 这样 那存折 证件 你们写一个点啊 这事情就过去了啊 好好好 谢谢您啊 谢谢 你看 我给您赔补补补 实在对不起 谢谢 别忘记得去了啊 要不 我看这儿也不错 咱们在这儿 对 要不这样 你们这儿有没有包房啊 反正我们也得吃饭了 对 甘明 我们就跟这儿吃饭嘛 甘明 那这 姐 吃什么饭呀 他们收了我的东西 就该还给我 给 走走走走 甘明 我跟你说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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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爷俩 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这样的环境里边 说说话啊 我还真有点心里话 想跟你说说呢 爸 我知道你关心我 他有心里的话 要跟我说 我就是要跟你说说 关倩倩的事 倩倩呢 老大不小了 结了婚了 法律上说 她是个独立的人了 你呢 管了她二十多年 要不说 能管过来的 就管过来 管不过来的 一时半时 她就是改不了 所以你就别动了个气 别生气 该说的说 该管的管 但是心里边 得放平了 我这当妈的 看不到她 我不放心 看到她了 我又来气 简直把我气个半死 每一次 在一起呢 就是吵 没完没了 可是到最后 我还是没办法 要我说 我就认为 倩倩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她会变的 真的 她是你生的女儿啊 她身上有你的遗传基因啊 再说 咱们翻过来讲 爸爸当年是怎么 我当时怎么对待 你和张强这个世界上 我记得 当时我就看这个张强啊 我就看得很坏 你不能跟她 你们俩必须要一刀两断 她不会是个好丈夫 也肯定不是一个好父亲 可是 那么多年下来 我突然发现 我错了 你以为是对的 我就变了呀 你看 现在 咱们不是都走到一块了吗 那个时候 大家不都是在争一口气吗 我也不想历史的悲剧重演哪 可是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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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这样 只是我要求你 或者说希望你 对倩倩 别管她那么死 管死了 就把两个关系越弄越僵 适得其反 最后 她会有种逆反心理的 我知道了 爸 明白了 我不回去 我死都不回去 我婚礼没办成就算了 还闹出那么大的事 都上新闻媒体了 我这哪儿还有脸回去见你们呀 你还知道丢人呢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 已经风平浪静了 什么风平浪静啊 为了这事 奶奶连命都没了 我这回去那么多街坊林里 我怎么跟人家说呀我 没有人怨恨你 也没有人要跟你计较 你看大哥和大姐 一听说你在这儿立刻就过来了 咱们一家人都派着你回来了 我不回去 我回去干什么去啊 我整天闲着没事干呢 再说了你们不是都看我不顺眼吗 那我就躲得越远越好 那你就打算这样一直下去 逃避现实 你躲吧 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能躲一辈子吗 你这么做对得起家人吧 是 我是对不起你们 我什么都做得不对 我都不如你行了吧 但是我自己做的事 我自己走的路 我会负责任 够了 说你两句怎么了 大姐替你说了多大委屈 自己没房租给你买了三十一天 还有这次出的事 不都大姐帮你摆平的吗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 你别忘了我是你老婆 我肚子里还还着你的孩子呢 倩倩 你怎么说话呢 就像你是为你好是帮你 你给我闭嘴 我们家的事有你什么份啊 狗拿耗子都关闲事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是 你董事会把我弄得外婚仙女吗 你说什么呢你 大名 你们干吗呀 别动手啊 你打我 你打我你 行了 别弄了 你 好了 你们放手 别弄了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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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倩没事吧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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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呀 快送医院 送医院 快走 走走 喂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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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在哪儿的电话 你手里 手里 是妞妞的吗 是妞妞的 是妞妞来的 怎么样 喂 妞妞 老爸 今天找着了 她人在贫固呢 而且她在这儿租了套房 放心吧 她身体都挺好的 可是她不愿意跟我们回来 我们也没办法 就让邓明留在那儿 好好劝劝她吧 找到倩倩了 好 听我说啊 妞妞 你也别勉强 天要下雨 天要嫁人 她想回来就回来 不回来咱们也尊重她的 不行不行不行 得让倩倩回来 你老娘你得就啰嗦啥子 我这儿跟着妞妞说正事 你先别装 怎么了 爸 没事 我说你妈呢 你妈在旁边啰嗦呢 你听我说 评谷离城里不算特别远 你们呢也别太辛苦 赶紧往回翻 听到没有 好的 我知道了 爸 您问我妈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好好好 跟你妈说跟你妈说 等会儿啊 不说话能把你憋死 妞妞 我跟你说啊 你看现在这都快十二点了 太晚了 不行 你们就在外找一个宾馆住下来 你别熬夜 你这儿行不 放心吧 没事 妈 我们走高速很快的 也就半小时就到了 您那就别操心了 早点休息吧 那高速速度也别开得太快了 我跟你说啊 行行行 给我吧 啰嗦 妞妞 听爸的话 注意安全啊 行 我知道了 再见啊 倩倩 怎么还在这儿 你还疼吗 走 不想看见你 老婆对不起 今天是我做错了 当时我犯糊涂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转给我来这一套 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我保证我能做到 我要做不到 你就把我脑袋摘下来 当球踢 要不然就把我 剁成肉酱 剁成包子 你喂狗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跟我斗瓶啊 我说的是真的 我这次我一定痛改前非 我重新做任务 做个好丈夫 就去一边待着去 行 你不信是吗 姐 现在这儿没人 你要不解气的话 你就打我一顿 打死我了 成王 打 什么打了呀 姐姐 你知道吗 你被赵新生抢走了时候 我感觉整个天都快塌下来了 你不在这儿吃几天 我每天活过手瘦 就在十几天我输了十几斤 我就觉得 这比什么减肥 突然身体又强多了 活该 是让你娶我做老婆的 我都想了 我都想了 我跟牛牛姐跟宋超哥 要是再找不着你 不就不活了 咱俩的缘分 是上辈子就注定的 你看 孩子都作证了吗 什么孩子呀 我自己能活多久我都不知道 你不是喜欢打我吗 那我打咱们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 我不对啊 大明儿 你干吗呀你 老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妈 这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行了 别着急上火啊 眼不见 心不烦 既然倩倩平安无事 那就由她去吧 昨天李大哥 还有我爸的一番话 我也想开了 这儿以后倩倩啊 要是没什么大事 我就不管她了 生得我生气 还不利于我见口 妈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你就得保持这种心态 你呀 就得多操心自己 少操心别人 把你的血脂和血压降下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兰兰 妞妞说得有道理 凡事想开点 心胸宽阔一些 倩倩已经找到了 再说呢 你都是要当姥姥的人了 咱得好好享受享受 享受天伦之乐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你这个过不了几个月 就当姥姥了 你现在啊 就得高兴一点 猛吃猛睡得把身体养好了 将来你得看外孙子 我跟你说兰兰 你这好日子呀 还在后边呢 对 妈 多想点开心的事吧 我觉得倩倩将来 等把孩子生下来 没准她自己就回来了 那可不一定啊 以她那个喜欢 也在外面的习性啊 我看将来她的孩子 也会跟我一样 见不着她人 你看 刚还说不操心了 却还不到一分钟呢 又回去了 妈 老婆起来吃面了 昨天睡那么晚 我想再睡一会儿 起来 起来 我昨天受了重创 我想再睡一会儿 反正啊 这面我是给你做好了 吃不吃就是你的事了 但是我有前提 别饿着我儿子 我求求你了 你赶紧起来吃面嘛 好吧好吧 给我穿衣 来 右手 好 左手 好嘞 我看看 真漂亮 少跟我平准 墙脚带着去 好 杀西 别张 手掌辛苦了 别干我一天到晚假惺惺的啊 显殷勤 你看你说这话 你说什么话啊 哥 你是我的老婆 我想干什么不就能干什么 来 让我亲一口 死死死死死死死 谁是你老婆呀 我儿子真可怜啊 看来我只能给他找个继母了 想死还找继母找死了你 那不闹了啊 快吃面吧 你看面条都凉了 帮帮帮 来来来 我帮你啊 好 一二三 走了 吃面喽 这里边环境还真挺好 还挺大的啊 绿植做得特别好 那它这儿种植的全都是绿色的东西 提倡的是健康 挺好 姐 你看那儿做得多漂亮呢 这生态园的环境真是不错啊 我觉得到时候拍电视剧 可以在这儿取景 嗯 我觉得也是 姐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这个杨老师啊 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怀疑他的能力 还是人品呢 两者都有吧 我也不敢确定 等我了解清楚了 再向你汇报啊 我觉得你现在啊 应该多接触一些经纪公司 还有饮食圈的朋友 这样你的信息量会变大 也会更准确 对杨老师的工作呢 也起到了监督作用 这是个好办法 反正咱们的影视公司 主要是做文化产业 戏也会很多 所以呢 有必要去认识一些导演和演员 然后跟他们多一些地交流 这样可以避免失误 不过啊 我要提醒你啊 有些特别重要的事 你还得轻微轻微 不能把所有的工作 都交给杨老师去处理 承闻 我希望你尽快地 从外行变成内行 我明白了 赵姨 倩倩啊 遇到您啊 真算是她的福气啊 在您这儿有趣有何 还有您的照顾 她在你边住着 比在家我还放心呢 看你说的 我们娘俩住在一起啊 我还有个伴呢 相互还有个赵姨 这就是缘分 你说是不是 对 赵姨 我听倩倩说啊 您这个京东肉饼 做得可好吃了 回头你教我呗 现在就做 就可以教你啊 对啊 邓明 赵姨的京东肉饼啊 是最拿手的 你要好好学啊 回家做给我吃 行 倩倩 你怎么不学啊 这做饭啊 可是一门学问 学会了不担不挨饿 而且吃得舒心可口 能吃多少好吃的 我没事学那儿干嘛呀 对吧 赵姨 倩倩她还小呢 以后有的是时间学 她虽然是我媳妇啊 但我从心里 把她当小妹妹 她现在还怀着孕 我现在真的是 怕她磕着胖着 她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好好给我休养 给我生了大胖儿子 你看你多有福气啊 嫁了这么一个好老公 这不单人长得帅 从未能干 很会关心人 拉倒吧 不知道是谁啊 前几天还打了我呢 赵姨啊 她这人就是这样 打一巴掌 给点蜜糖吃 你不知道她在家 老是欺负我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去做饭好吧 好 我代工赎罪啊 不能烧包啊 知足者常乐 就那天晚上的事情啊 要让我来平离啊 怨不得人家邓鸣啊 你说天那么晚了 辛辛苦苦跑过来 一来给你送身份证 把存者起回来了吧 二来接你回家 关心你 你不但不领情 还怕人家骂得 是狗血喷头 一点面子都不给人家 再说了 你说你挺了大肚子 一个人在外头生活 家人找不着 电话你也打不通 你说 人心里能不着急吗 你要理解人家邓鸣的心情 赵姨 你怎么要老是 帮她说话呀 我知道 是我不好 我是有错 但是她老是让我回去 谁想跟她回去啊 我可不想回去 是不回家 在那儿说什么呢 说我坏话的吧 赵姨啊我跟你说啊 倩倩从小就特别地任性 是个彻头彻尾的小坏蛋 有你什么事啊 你赶紧干你的活 避让你的臭嘴 我们去做饼了啊 杨老师 现在已经是四月下旬了 导演主演还没有签合同 立项也没有拼下来 我看过文件 根本就没有这部戏 到底什么原因